我是在汐止出生的小孩 我的祖先就是祖父還有曾祖父這一輩 都是礦空 曾經有一次礦坑的災變 包括我祖父在內全部受難 我祖父是唯一活下來 一天之內就全走了 祖父雖然活下來但是腦筋就有點壞了 所以我都是祖母帶著小孩 那後來就搬到台北來 我在十一歲的時候我媽媽就過世 那我是祖母帶大的 母親走的時候就是這樣 那個時候就是說 隊伍之後就是要找工作 我唸的是曠野課 本來開始在唸的時候就覺得 這個科系好像不是很好 就是說台灣哪有什麼礦啊 對不對 金礦油礦是政府經營的 剩下煤礦政府不經營 但是天天在死人啊 有一次去參觀 也是我們學長在海山煤礦 要參觀的時候呢 拿一張紙給你先寫 本人自願入坑 如發生意外自行負責 你簽名蓋章 然後才下去 還沒下去先拖兩個人上來 我說那兩個人走了 他說給那個落盤 壓到還好沒死 就是受傷了 那在那種情形之下 就是說一看到就發誓 以後絕對不進礦哥 以前在唸採礦是想說 這個行業沒有人要唸 一定有工作 然後知道畢業的時候 真的是沒工作 最後找到一家 有一家水處理公司 他說需要這個礦野的人才 我是考書考怕了 這是趕快回學校去 進學校說 看看有沒有雜誌還是什麼 因為跟水有關的 跟環保有關的 結果找不到 剛好有一個老師 我忘記的名字 我說我這五年在工專是白念 學著礦野 採礦野金 結果出來找不到工作 現在要搞水 那不是水又不是我們礦 那個老師很有趣 他說白同學 水就是礦 水是地球上最多的礦 它是H2O 對不對 有三太 它就是礦物 有名稱 有三太 都是礦物 那時候我才稍微有點安慰說 那我還是做礦 然後就跨入了另外一個領域 最重要就是說 出來做事的時候 有一個優勢 我們的學長都很照顧我們 因為工專的很信任工專 尤其台北工專 特別信任台北工專 不管你多爛 他就是相信你 而且那個學長看到我們 都特別照顧 哦 工專耶 小學弟 很好很好 所以吃了這個學校的名氣 然後有這些學長校友的支持 所以我們就比較順利 這就是我成長 我退伍的時候就是找工作 花了一段時間 但是也很短 因為我不能沒工作 沒工作就沒飯吃了 然後就是台灣里水五分有限公司 里水這個董長姓連 他叔叔是連正通 結果是這樣 我在那個公司待了四年半 這種小公司有個好處 你從掃地開始 用這個估價單 估算成本 到這個設備的製造 安裝 試車 全部都要做 做到後來呢 你對這個機械熟了之後 你就會設計 然後設計都會的時候 你就會去做生意 做業務 會去跟人家談 結果到最後呢 你從業務到簽約 到估算成本 到設計 到製造 到試車 甚至到最後的收款 你全部都要會 老闆只是說 你今天去統一集團 去談一個事情 他剩下又我 你今天去東俄鋼鐵 他那件事 剩下的全部都我了 所以你四年辦在那邊 每一次全部都會 就是有一次 我去做一套水處理設備 給一個廠 但是錢很難收 那時候很奇怪 我就問我底下 這件什麼公司啊 錢這麼難收 他說這家是洗衣店 啊 洗衣的水 哪要用到像我們這種 純水 超純水 他說他是洗電子業的衣服 我說是這樣子啊 還要水的派對勾要怎麼樣 菌要怎麼樣 那我想去看看 他是請荷蘭的總經理來幫他 那時候我剛從荷蘭回來 荷蘭的總經理在裡面 我就跟他 哇 好像老鄉一樣 然後他就帶我參觀一下 然後跟我講 他說洗這個衣服 在歐洲一件大概要五塊美金 但是在台灣生意比較競爭 這不是那麼好 那我心裡在想 那你這樣想騙我啊 一定很好賺 那我就說五塊美金 我不要 三塊美金就好了 那我回來我就做了一個計畫 那做出來我說 我一年就要把賺回來 就是說投資一億左右 我們公司那些股東都說 你這個做夢啊 不可能啊 結果做下去 所有的設備從德國歐洲進口 然後全部都是自己想 然後把它蓋好 第一張訂單出去 30件衣服 那我一件報90塊 2700塊 還要去收 回來洗 然後再送回去 沒有消息 一個禮拜之後 我打電話給那個業務小姐 我說 大家都老朋友 我不好意思跟你講 我說為什麼 價格貴啊 貴可以彈啊 看要打幾折都可以 他說不是貴很多啊 貴多少 我說人家才27塊 從90塊 9327 等於打三折這樣 那我再把我的計畫書攤出來一看 我說 唉唷 這個不要說 一年收回來 十年我都收不回來了 本來我設在龍潭了 想說 廠蓋好了之後 我要到 白鷹球場 還有桃鷹球場打球 結果從那時候設廠好之後 我就開始沒打球 天天跑工廠 然後 要找關係啊 就是到處 你們家裡有沒有衣服可以洗啊 哪一個電子廠 有沒有衣服可以洗 這樣跑 以前只有三四個 包括我自己也在那邊燙衣服 因為第一次洗衣服 什麼都不懂 很多事情都是在 try and error try and error 這樣摸出來 那一直到現在 所以現在上壘來講 就是說 客戶很多 價格也很公道 那每年能夠穩定的 穩定的護理 後來是開始在開發做 無塵擦拭布 無塵擦拭布也是要用 操唇水去洗淨再烘乾 所以我們又成立了 無塵布的部門 所以我們現在上壘了 有洗衣服 有做無塵擦拭布 那另外我們上壘 也成立的時候是已經三十幾年 最早我們也是做循環經濟 我們是做小型的水處理設備 那個客戶也是有兩三百家 那也是經常要再生要換 像張中某以前是在德州儀器 南四角的廠還有以前板橋的廠 所有的水處理都是我們做的 所以從這個水的工程 做到環保大的工程 做到水的再生回收 再做到洗衣服 再做到無塵擦拭布 那我們後來又成立一個白羊創意 就是把這個擦拭布 印上一些可愛的圖樣 那是抄襲纖維 那也是原料老實講 也是我們校友生產的 所以講來講去好像跟校友都有點關係 客戶也是校友 原料也是校友 包括我用的人 比如說我們的原來的那個廠長 還是副總 都是工專的 集結的 因為我信 信得過他們 我們台北工專的品牌 真的是不錯 就是說這一生 所有碰到的人 我要感謝 就是說感謝這個 當時學校的老師 他們教學真的很認真 也感謝我第一個工作 台灣泥水公司的連董 連老闆 他現在八十幾歲了 那我也感謝創業的時候 我們那些股東 那有些到現在都還是一隻在一起 等於比兄弟還要親 我感謝包括我所有的客戶 就是沒有他們就沒有我 也感謝我的所有的員工 你今天能夠這樣 到底是誰賺錢給誰 不是我付薪水給他們 是他們幫我賺錢 你這個觀念一改 完全不一樣 我想就是說這些都是感恩的 以前三十歲還沒結婚 就被 常常被祖母念 你怎麼不結婚啊 那時候覺得很煩 幹嘛啊 我現在賺錢都來不及吃 就是吃飯都沒時間了 還想要結婚 等他走的時候我才知道說 原來他不能再照顧我 他希望早點結婚 以後太太照顧我 但是不是他走的時候我才感覺到 一直到現在這個年齡我才知道說 我祖母是這麼疼我 所以你一個人能夠再活起來 然後再社會立足 然後再有一番成就 你要感謝一路所有栽培你的人 包括刺激你的人 都 你都要感謝 對 那我們要懂得感恩 如果不懂得感恩 那這輩子也拜活 對 OK 就去吧 好 如果不喜歡 我做的 你做的